本动画由 有妖气 魅族手机 bilibili弹幕网提供 2 1 怎么回事 这空旷的房间 叮咚 唉 其实我最讨厌这关了 因为我根本没什么可介绍的 游戏开始 啊 等等 什么游戏开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墙壁 墙壁子向我移动 唉 不要啊 唉 不要啊 蝦齿 蝦齿救我 蝦齿 激 pace 真是谁啊 可怕还是不有什么 绝最大的 少运 那 二 死綱 你们难道没注意到吗 系统公告里说 完成任务的玩家得六分 失败的玩家得一分 说明一开始这个游戏 就不会让全员都通过 而这六分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仅仅是试炼关卡 就会出现这种生死对决吗 那秦芝是不是也正在面对这可怕的游戏 他需要我 我不能被挡在这里 别动 我的枪可是比你的手快 对于杀人 我可是很有兴趣尝试 可恶 这个死胖子 小迟 我们怎么办 喂 你变化也太快了吧 不要杀我 我还是楚男 我还要给我老婆去传宗借贷啊 咱和人模狗样的 我这是个怂蛋 你们慢慢玩吧 我先闪了 这个游戏的胜利者 是我了 再见 好废无期呢 你们 你这家伙抱着我腿 是为了不让我冲上去吧 我是怕你冲动 你也看出这是个陷阱了吧 陷阱 我只是认为你这么做必有道理而已 原来你没有发现 发现 发现什么 其实提示已经很明显了 想一想之前几关贴在墙上的纸条 墙上之所以会贴纸条 本身就是线索 第一关 任务目标和任务提示同时出现 第二关和第三关 是分别出现了目标和提示的纸条 而第四关 两个纸条又同时出现了 没错 而且第二关和第三关 都使用了枪这个道具 中间夹了一道门 差点把我们给耍了 其实第二关与第三关是同一关 现在所谓的第四关 才是真正的第三关 那你怎么知道 这关是淘汰一人 而不是胜出一人呢 一关拆两关 胜出一人 这些都是陷阱 目的就是让我们以为 这是最后一关 你看 这桌子只有一半在外面 我敢肯定 第四关的入口 就从这个桌子处打开 肯定个毛线啊 有人了吧 看来我对你的信任 还手点过高 下一次 弟 弟凡 不好 快回到之前的房间 快抓住我 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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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池救我啊 秦至 这里是 这里是 断头台 这 这里是 刘依亚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里是真正的最后一关 恭喜你们顺利地通过了前三关 我是第四关的首关人 你们可以叫我 死神 死神 现在两位的命在我的手上 你们要和我玩一场生死的游戏 我将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对抗游戏 但最终你们只会有一个人能活着 第二 合作游戏 你们获胜就可以全部离开 失败了 就都死在这里 另外你们必须统一意见才行 意见不合的话 就默认为对抗游戏 现在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完了 夏池明显比我厉害 在这种生死抉择上 他肯定会选择对抗的 我选择合作游戏 夏池你 干嘛那么吃惊 我们不是队友吗 我也选择合作游戏 接受选择 如果你们答题错误 小命不保 仔细看清楚 好 你们都看到了我给你们的正整数 那么规则是 禁止明示或暗示对方你们所看到的数字 总之只要我听出来的话 就算你们失败 猜出对方看到的数字是几 只允许猜一次 给你们一个小提示 你们两个人数字相乘的几股 五十八 九十六 开始吧 小刀 你们的时间只有两分钟 时间到的时候 你们俩人头落地 靠 我十二 成绩是八或者十六 那刘依娅看到的不是四就是八了 最快的办法 应该是我暗示她我的数字 我的眼睛可是很毒的 任何语言上的暗示或者小动作 我都能看得出来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耍这种小聪明 小聪明 接下来 就是你会碰到我这样的对手而后悔的时间了 三尺 他看到了什么数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狂狂屁要 现在可是生死攸关的时间 你是在搞笑吗 难道 下职这是在暗示我 发现吧 刘依娅 快发现我的提示吧 我也不知道 那我还是不知道 我也还是不知道 你 你们这是在干嘛 我请告你们 时间已经到了 刘依娅看到的数字是四 下职看到的数字是二 你们怎么猜出对方的答案的 符合相成结果 不是八就是十六的正整数 分别为一二四八十六 我的数字是二 两数相乘等于八或十六 那说明 刘依娅手中不是四就是八 先按顺序排除一下 如果她看到的是八 那她就会知道 我这里不是一就是二 我第一次说不知道 就是向她表明 我这里肯定不是十六 如果是十六的话 那我肯定知道她就是一 根本不需要猜 她只要稍微聪明 就会发现我这话语中的蹊跷 而她也回答不知道 那就表明她也不是十六 而且也不是一 如果她是一的话 在前面我已经否认了 我是十六的可能 那她肯定知道 我这里只可能是八了 我第二次说不知道 就表明 即使我知道她那里不是十六和一 我还是不知道结果 这就说明 我这里肯定不是一 否则就知道她那里肯定是八了 这时如果她是八的话 知道我不是一 那她应该知道 我这里的数字只能是二 结果她还是说不知道 那答案就出来了 她的数字必然不是八 所以刘依雅的数字只能是四 记录之后很久没有遇到 这么有料的玩家了 恭喜你们成功过关 恭喜两位选手 得到了试验官的优胜 特别是下持选手的表情 不过刘依雅选手的表现也不错 下持选手得六分 完成隐藏任务 最后一秒通结局 追加三分 总分九分 账户余分九分 评价第几 刘依雅选手获得一分 看来我们要说再见了呢 追加一分 第四关完成隐藏任务 最后一秒通结局 追加三分 总分九分 账户余分九分 评价第几 刘依雅选手获得一分 下次再见 这 有信号了 这里是现实世界 可就算出了游戏 我也应该在游戏大厅啊 下持 你怎么睡在这儿啊 还有我找了你半天 你 你怎么会 在这里 周六上午一起看电影 不是你说的吗 secondly 那飞蛾翁 是否冤恨火焰 当新年剧烈 是否完成了蜕变 直到冰箱也末属 着平静的时间听 苦度控制意图暂去 前够绝 前是总感寂寞 在雪独中上演 We're taking this lead 只剩着暗线流行每个深渊 陌生的局面总会有人离别 无法再停歇 去想一想下个明天 希望之花 太太在勇敢的人胸前 随心在暗夜的路上 灵魂伴随着危险到终点 这明天想也莫属着地界的时间 听我的恐惧意图占据这冬天 现实不敢寂寞在血沟中上演 We're taking this lead 人闹的极限到底是什么 你的天赋能否改变世界 全球顶尖智商集结 为定人类超能极限 脑力全开 带你迎战世界 最强大脑 天才的战场 端脑剧情越来越烧你的脑子了 但是脑子不够用 怎么办呢 收看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 来锻炼一下你的脑型号 此次端脑与最强大脑的烧脑跨界合作 将在双方的官方微博上呈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